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二是拜财神 我们今天来朝天宫 然后来拜财神爷了 然后昨天台中都在下雨 今天的天气就蛮好的 然后我们就到最近的这边来拜拜 恭喜大家新年发大财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万事如意 其实台湾这边拜拜的风势我都不知道 因为刚开始去拜的时候 我老公他也没讲 然后我就跟着去拜 然后呢 这边拜拜的风势就是 要从左门进去 进去之后 然后就是拿那个紙钱 金钱吧 是吧 那是要金钱吗 金子 然后金子拿着一包 然后拿着香 然后就问了他们是要拿几根香 这边是拿五根香 然后五根香拿着 然后我们先去洗手 手洗了之后 然后拿着去拜拜 然后拜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是 第一个拜的就是大门的那个 大门的那个叫什么 妈祖 不是 天公炉 天公炉 然后把那个金子就碰到天公炉的前面 然后就开始拜 然后每拜一个呢 就插一只香 我都不知道怎么拜 然后就跟着我老公这样子拜 因为在台湾这边拜拜 跟我们老家拜拜是不一样的 我们老家拜拜的话 是一般就是要拜三次 磕三次头 不管是就是拜祖先还是拜庙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定是先许愿 许完愿了之后呢 然后就磨练 磨练完了之后 就开始这样拜拜拜三次 拜完之后又跪下去磕头三次 然后我就看我老公就这样站着 就这样拜拜拜拜 要跟着跟着看 然后他这边是有风跑的 然后大门的一个拜完 然后就去拜妈祖 妈祖拜完 然后上楼去拜那个 楼上那个是什么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下来之后 就拜那个土地 土地拜完了后拜财神也 还算是蛮讲究的 只是跟我们老家不一样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什么都好像没有那种很有仪式感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你心里面有默念吗 然后他说他有啊 然后我说我心里面 我说你都没有教我 你又没教我怎么拜 我说我就这样傻傻的 然后我就说心里面不用默念 谁谁谁 然后这样子嘛 他说你想念什么又念什么啊 然后我说我都没有念我的名字 然后这样拜 感觉很敷衍的感觉 因为我看我妈妈他们拜拜 就真的是好诚恳的 还要磕头 还跪着磕头 对啊 我不知道这边 就是很正统的拜拜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我老公他以前在大陆太久了 然后就没有那个 拜的很有仪式感 如果是我老公他家人 然后就拜的应该会比较有仪式感一点 因为昨天跟跟他的家人这边通编话 他们就有拜祖先啊 就很有仪式感这样子 然后拜完之后呢 然后就要在那个庙里面停留一下 为什么要停留呢 我老公说 他是说因为那个香还在燃烧 所以说要等那个香差不多燃烧到一半以后 然后才会出来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这样的话就表示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就会发那个 就是这些神明会 会发射功力给你啊 然后我说我都没有好好拜 我老公说那你再去拜 再去拿五支香去拜拜好了 我说不要了 就一次吧 干嘛还要去做第二次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说那那我又看到门口嘛 有一个那个烧纸钱的那个很大的那个 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拿出来烧 可能因为要等一下才去拿来烧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边的拜拜风势应该是 就是说可能是跟广东啊那边或是福建应该是类似的 因为我们贵州的话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贵州的庙很小 我们基本上就是五路神圣 就是五路神的话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地方的那个山上的菩萨 那观世音笔上就会去拜 在我们那边也有庙 但是那个庙都没有了 以前我们老家那个庙都变成了一个学校了 后来又重建了一个庙 但是那个庙去的人应该也不多 不要这样揉就这样直接这样丢就好啊 一样 妖妹第一次到台湾庙里拜拜 啥也不懂 还有一样一样交 太麻烦了 总是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让你措手不及 就是啊 在这里一般要怎么做才正确 有人告诉妖妹吗 欢迎留言哦 妖妹才能正确拜神明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欢迎订阅 拜拜